好 瑞穗香公所办公大楼在民国89年落成启用 四楼演艺厅以及三楼会议室采用当时最先进的音响设备 时至今日不仅老旧毁损也不服使用 就任不到一年的乡长吴万德 特别是以320万元经费太久更新 优化设施品质 不论是二楼会议室的音响设备 还是四楼演艺厅的大荧幕投影设施 全都是20多年前的规格 早已跟不上现今日新月异的数位影音的眼镜 乡长吴万德新官上任 大刀阔斧的着手改善 新规格出来 我们要订更新金管的 我们大营物一下要新金管的 民国89年瑞穗香公所办公大楼落成启用 四楼演艺厅以及二三楼的大小会议室 采用当时最先进的音响设备 时至今日不仅老旧毁损也不复使用 影响会议以及演艺表演活动的品质 因此相公所特别编列320万元的经费来台就唤新 不论是相公所会议室或者演艺厅几乎都是相内大小会议或者节庆表揚 演艺活动场地首选使用率超高 面对一日千里的数位科技发展 乡长吴安德强调服务设施设备也要与时俱进 也因此内部营营设备进行太久唤新 来优化相公所服务设施的品质 记得是玉兰对岁采访报道